走進派出所前就在門口大呼小叫 自動沒打開 前來射上一男子 拿起手上的東西 朝直班遠景身上用力砸 幸好遠景來得及閃沒有被砸中 其他同事立刻圍上前 把他壓制 原來這名男子朝遠景身上丟的 竟然是一塊磚頭 萬一直接砸到人 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事發在新北市土城京城派出所 牆壁上還有被磚頭砸中的痕跡 但這名男子一看就知道 是故意要來找麻煩 原來這名男子在案發的前幾天 就已經來到派出所了 但他當時是要來報案的 但認為警察對他態度不好 甚至把他趕出去 於是當天才會一氣之下 闖進派出所 拿磚頭攻擊 嫌犯是48歲楊姓男子 案發前幾天 他突然闖進派出所 說自己無照駕駛 想要自首 但遠景發現他根本沒有騎車或開車來 要他不要到警局裡搗亂 並且要求他離開 妹笑他認為警察態度很差 心聲不滿 帶著磚頭上門攻擊派出所 幸好當時值班員警政接完電話 站在值班台裡 有注意到他才能及時閃過 嫌犯被防疫公務線刑犯逮捕 從報案人變成嫌犯 只是過去就有不少類似的狀況 不滿被抓或是和警察有糾紛 就上門找查 警方也得防備 幾乎是所有派出所的標準配備 如果民眾拿著武器 想要攻擊值班遠景 可以立刻防備 辣椒水也是選用注釋 射程比較遠 值班台玻璃都是防彈玻璃 至於派出所外 在基隆八堵派出所遭到衝撞之後 都有擺設花台 避免遭人模仿攻擊 一連圈防護措施要保障遠景安全 也要避免有人對警察心中有怨 把派出所當成泄憤的地方